二月元宵灯会台中市政府在中央公园 举办了时光虫洞的一个展览 可以看到为了营造科幻效果 整个展间里头黑漆漆 用蓝色的雷射光线进行照射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灾情 有游客指控逛完展览之后 手机的感光源键受到损坏 镜头出现了紫色斑点 犹如手机的绯闻症 不过其实在展览路口 不仅贴有警告标语 甚至还有工作人员不断的进行宣导 对此就有游客表示 才刚买一个月的新手机 贡完展览之后就出现异状 预估事后的维修费至少也要七八千块 而受害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台中市政府事后一共收到 九件手机损害的赔偿申请 八号建设局也证实 目前都已经完成赔偿 一共赔偿了三万五千多元给游客 而议员接获消息之后 也对市府进行要求 后续在举办类似的相关活动 要事先检查现场的布置 移除有危险疑虑的设施 并且在于厂商拟定的合约当中 纳入民众财损保险 保障游客权益